哈囉大家好!我是凱蝦蝶 歡迎來到第二集的新番寂寞點評 轉眼之間7月份到來暑假也悄悄來臨 不知道在螢幕面前的你是否也剛體會過 畢業的不捨 亦或是將要升學的壓力呢? 今天的新番寂寞點評 就讓我帶大家看看 這對同樣要面臨畢業的小情侶 是如何譜出他們的青春物語吧 《月色真美》是一部由Phil 原創的校園戀愛作品 講述一對平凡的初中生 倩與小太郎初三十倍分在同一個班級 在面對課業與社團的壓力 以及周遭同學、父母之間 還有自身的成長之下 漸漸展開的一場青澀的戀情 我認為《月色真美》有別於其他的校園戀愛像作品 並沒有什麼糾結複雜的多角戀 或是勾心鬥角的情節 就簡簡單單是描寫兩個相當平凡的初中生 是如何創造一段只屬於他們兩人的初戀 我之所以會非常喜歡這部作品 就是因為它用非常貼近現實的方式 講述一段人人都曾有過的青春 還記得年輕時的自己為了假裝成熟而故意選擇咖啡 或是時常將自己所喜歡的偶像 文豪的名言掛在嘴邊 害怕同學知道會拿出來開玩笑 所以要求對方保密等等 這些藏在細節裡的細膩演出 都間接將許多人年輕時期的過往給呈現了出來 而我相信 並不是每個人都曾在青春時期談過戀愛 但或多或少也都曾有過喜歡的人或是暗戀的對象 看著劇中兩人在交往前的青澀模樣 像是兩人在餐廳遇到 卻都害羞地躲避對方的視線 即便雙方對上的眼卻都尷尬地說不出話來 想要上前跟對方搭話 卻都必須做好十足的決心 又或是第一次得到對方的聯絡方式 並收到傳來的訊息 都不由得興奮的喜悅 月色真美告訴我們 不一定要有什麼好看的人物作畫 或是吸引人的故事劇情 僅僅是靠著優美的配樂以及背景 陪衊一個能夠使觀眾產生共鳴的故事 便是這部作品的可貴之處 或許在我以往看過的校園戀愛作品之中 也就那極不能讓我真正體會戀愛的酸甜苦辣 每一個故事中戀愛的起承轉合 高潮疊起 都相應帶給了觀眾不同的觀感以及共鳴 但我認為月色真美 這部作品想要傳達給觀眾的就是 最為平凡也最真實的情感 看著欠與小太郎 從彼此都找不到共同的話題 到鼓起勇氣牽起對方的手 或是經歷了吃醋冷戰 到彼此心意相通言歸於好 儘管彼此都害羞內向不善表達 但彼此喜歡對方的心情都還是透過了這些行動傳達給了對方 隨著劇情的推進 畢業將要到來 而欠也因為家裡的關係將要搬家到遠地 兩人的戀情也在這時受到了考驗 雖然小太郎也為了能夠跟欠讀上同一所高中而努力著 不過最終也還是事與願違 在兩人將要分開的不安與害怕下 彼此心意交錯 小太郎將自己對欠真心的話語寫作文章 追逐者即將要離別的搬車 只為了對欠 將自己最真實的情感化作一句 大好! 太宰志曾經說過 幸福感就如同沉積在悲哀之河底下 隱隱發光的驚殺 初天之所以會如此的與眾不同 就是因為缺乏經驗而徘徊不定 第一次的戀愛 不知道該如何牽手 也不知道該如何接吻 正到講人都害羞 不知道該如何傳達自己的心意時 僅僅是能與對方一起度過平凡的時光 就是最無比的幸福 月色真美講述的就是那段 最為平凡也最真實的初戀 不需要有什麼高潮疊起的神展開 也不需要糾結複雜的關係 僅僅是這麼簡單的一個故事 就帶給了我無數的感動 我相信命運無常 世世變遷 在美的故事最終都會迎來離別 但我相信月色真美傳達給我的理念 那便是 自己喜歡的人也能夠喜歡上自己 那便是一個奇蹟 今天的月色真美寂寞點評就到這邊 你喜歡這部作品嗎? 快到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 你對這部作品的感想吧 而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的ACG相關的評論的話 那就別忘記按下訂閱鈕關注我吧 下一集的新番寂寞點評 將為大家帶來 末日時在做什麼有沒有空 可以來拯救嗎? 我是凱蝶蝶 我們下期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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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